HELLO 大家好,我是Heinley 今天這條影片是我很少拍的 我特地為了一樣開解的化妝品 去拍這條影片的 就是Maybelline的FIT ME 水分 大家不要以為這條影片是廣告 因為香港根本就不可以買 我拍這條影片的原因 是希望一條小小的短片 我會放在Facebook 然後大家不斷留言 去Tap Maybelline 為何香港還不可以買 事緣是我媽媽和爸爸 上兩個星期 跟了屋遠的旅行團 去了廈門和台灣玩 然後我媽媽超好 買了兩個不同的色號 我想因為她不知道我想買哪一款 所以她買了 一個是05號色 叫Bear 一個是15號色 叫Light 其實我覺得 05號色是比較適合白色的人 然後15號色 就會比較適合我這些健康膚色的人 為了實測這兩盒的FIT ME 碎粉 我現在的妝上沒有任何碎粉 我亦都用了一個光澤感比較重的粉底 希望一會兒妝效可以比較明顯 左邊面就會用15號的Light 顏色 大家會看到這個碎粉的顏色 其實明顯是一個膚色 不是我平時很喜歡的白色 或者透明色的碎粉 但是這個顏色意外地在我臉上 是很搭的 我現在就想下眼睛給大家看 你們鏡頭前面看不看到 它那個撫平毛孔的能力 然後之後 令皮膚紋你細滑了 油膚的感覺是很明顯的 拉鏡頭回來 你會看到這一邊 是變成霧面霧 這一邊那麼亮亮的 而且其實你看到那個質感 完全不像一個開架品牌的碎粉 做出來的 其實是很滑很漂亮的 而我的右邊面就會用這個05號色 上給大家看的 我現在兩邊面看下去 其實明顯地這一邊面 會白一點 然後左邊面會比較健康膚色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可以改變到 一點點色彩的水分 好了 我現在就補回其他的妝容 這個highlight是不是超漂亮 這隻顏色 就會是1028的highlighter 剛才大家就看了這兩款FITME的上面效果 其實我現在看鏡頭 應該不會太鴛鴦面 應該可以撐得住這條片 我現在就詳細說一下 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這兩盒水分 價錢來說是親民到不得了 我在台灣買大約$100至$110港幣 裡面有20克 我之前一直都是歌頌的水分Hourglass 唉唷很髒 不要看了大家 裡面只有10.5克 要三百多四百元 所以這裡有20克可以用到天方地老 都是那一百元 我這隻手指就是Maybelline 然後這隻手指就是Hourglass 把它打開給大家看 其實你會看到 一樣都是很細緻的 分別在於Hourglass這個 光澤感強一點 而且它是再透明一點 然後Maybelline這個 你會看到明顯的粉感 和粉膚色 但是以三四倍的價錢來說 我真的覺得Maybelline是贏了的 如果你是學生 或者本身不是太捨得賺錢 在彩妝方面的話 我真的覺得這個Maybelline 是一合走天涯的 但是粉質細緻的水分 其實比比街市 周街都是的 為什麼它依然是可以繼續 值得我去拍這條影片呢? 就是它的持久度 我早上化妝的時間大約是 九點鐘左右 但是當我回到家下妝的時候 那時候是九點十點才下妝呢 我再抹 遮瑕膏和碎粉 依然是很多顏色 是沒有掉過的 所以它的定妝能力 和它的持久度 都是極之好的 大家都知道 我的肌膚是超乾肌 你看到後面一拉 放了很多在家裡找到的碎粉 其實有很多 我一上去 已經卡死在眼紋那裡了 無論是日本的SUKU 或者是RCMA 比較便宜的 然後有Colorpop 還有Mina 或者是一個很出名的ByTerry 在我的眼紋上面 都是一試即刻現形的 所以FIT ME的這個水分 是真的一點都不乾的 但是你問我有沒有控油呢 我又真的不太知道了 但是有優點都有缺點的 第一,它的包裝 我不明白 為什麼它又要做到這個包裝 但是又不給粉撲 大家都看到 它的粉是掉出來的 所以這個包裝 基本上是不能帶去旅行的 除非你不停黏好膠紙 但是膠紙碰到粉之後 又沒有黏力 我不知道它現在想怎樣 所以接下來去旅行呢 我還在想帶不帶它好 或者是把它放在小瓶子裡 第二,它的缺點 其實也是它的優點 就是它的顏色 因為有很多人 都希望碎粉是透明的 不要影響本身粉底的任何東西 這件事它做不到 它是會有一種粉霧感的感覺 令到毛孔和紋理遮得很好 所以這件事就要大家取捨了 如果你真的想要一些很薄透透透透透透 沒有存在感的碎粉 其實FIT ME這個也不是的 好了 我今天這條小小的短片 就跟大家分享了 在突如其內 遇到一個珍愛碎粉 其實我沒有說過它的名字 它就是叫做 空氣絲絨蜜粉 我不知道將來香港有得賣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譯名 還有很多人都問回我 好了,沒有出妝片了 接下來應該下個星期 我希望會出一條妝片 會說一些我最近比較常化的妝容 然後一些遇到很好的化妝品 還有用完整套都是淘寶化妝所去化的妝容 對,這樣就會配合成一條影片 希望你們會期待和喜歡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有上載兩條新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